大臣们明知造假也不敢说 全都闭着眼睛跟着喝彩 唯有王旦是个威信分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旦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 如果他要坚决反对 那么这件事恐怕是话虎不成反类权 宋真宗是有些忌惮这个当朝宰相 黄青若就说 这事好办 陈德以圣意欲之一无不可 于是他就悄悄的和王旦说了 但是王旦呢 只是冥冥而从 勉强的答应 宋真宗还真是担心 这老头会揪住他的尾巴不放呀 心里没底 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 皇帝向大臣贿赂的内幕 捧着这壶珠宝 王旦心里是五味杂陈 他想起了前任宰相李汉说过的话 说皇帝年轻 如果没有优惧之心 将来不是声色之徒 就是热衷于鬼神的家伙 李汉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呢 那个时候啊 王旦刚刚当副宰相 两人经常一起汇报工作 王旦就发现 李汉每天就拿各地灾害呀 盗贼呀 民乱一类的事情来吓唬宋真宗 把皇帝呀 每每搞得是一脸的沮丧 王旦有点看不下去了 就说 这些琐碎的小事 好像不该让皇帝来操心吧 李汉一脸严肃 说出了上面的那段话 那意思 即便没有忧心的事 也要给皇帝制造一点不痛快 千万不能让他太舒坦了 李汉甚至还认为啊 外民必有内忧 他叮嘱王旦 我死后 你一定记住了 千万不能与葫芦一合 一旦边疆无战事 皇帝就会堕落 那时候啊 王旦对李汉的话 是很不以为然的 可如今才短短数年 李汉的话 居然真的应验了 智囊里头说啊 谋之不远必有患 除非圣人 谁也做不到 内外无忧 因此 必要的优惧之心 是防止个人 堕落的必要手段 这话充满了智慧 宋真宗 果然借由风扇活动 他把年号都改成了 大宗降服这么一个神神叨叨的称呼 还在全国范围内 大搞庙宇佛堂建设 风扇完泰山 又风扇松山 又任命一堆吃闲饭的 道观佛寺提举 几年间把太祖太宗朝的 积蓄画的是光光的 还留下了一个三容的后遗症啊